陈鋒2023未开播前 就爆出排名内定的消息 接着徐怀玉在舞台上 拖累其他姐姐又成功晋级 现在又有陈亦涵表现普通 却因为小考加分 打败香港歌手许静韵 跟上超话乐手 让观众认为这个节目 不是真人秀而是有剧本的 在最新一集的节目中 淘汰关键时刻 节目组突然要求陈亦涵跟许静韵 来一场小考对决 来到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 两位威仙姐姐的生存小考 但陈亦涵是演员出身 不可能成功打败香港歌手啊 结果评审团及其他姐姐们 却已看到陈亦涵的努力跟用心了 让他抢下晋级席位 事实上陈亦涵在上一轮投票时 就以28名赢过许乐 节目组又刻意安排赛外赛 也让粉丝直呼莫名其妙 这摆明是想要害陈亦涵被骂啊 节目也太会趁热度了吧 不过也有专业的网友指出 乘风破浪的姐姐系列 本来就不是在比实力 是在比人气好吗 有红柠细 还不愿意 不愿意 是不是 不愿意 不是 我不愿意 不愿意 隔不愿意 陈争涵 不是 我 有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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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